几头小鬼子刚把毒水倒进海水里 下一秒巨型蚂蚱就对他们发动了攻击 鬼子们见识不妙想要逃跑 然而蚂蚱们压根不给他们机会 趁着众人惊慌失措的时候 立马招呼同伴们扑了过来 很快鬼子们就没了还手之力 全都倒在地上彻底凉凉 一个老头却不信这个邪 非要来这个小岛上作死 很快他就看到了震惊的影音 只见一条双头蛇怪探出身子 瞬间就把老头吓得瞪大了眼 随着双头蛇张开血盆大口 老头当场就摔倒在了地上 双头蛇怪刚想追过去 就被一只巨大的黑猩猩挡住了去 趁着这两个庞然大物正在战斗时 老头立马脚底抹油就想开溜 谁知还没有跑出去几步 一只变异毒蜘蛛就窜了出来 尽管老头立马将气扯了下来 可他却不知道自己早已身中剧毒 跑到开阔地带的老头还以为安全了 这才放心的摊坐在了地上 没想到毒蜘蛛再次追了过来 吓得老头赶紧把毒蜘蛛赶走 随后一口气跑到了河边 惊魂未定的他刚准备抽根滑倒 缓解一下紧张的心情 就感觉四肢开始不受控制 接着直直地倒在了地上 这时一只大蜈蜘蛛爬了下来 在发现这个肥美的猎物过后 立马高兴地手舞足蹈 毫不犹豫地将气拖回了巢穴